字幕 李宗盛 記得這隻尺特別多人買 跟韓版的麥芭衫 其實龍心的會長在日本樂天哥哥公司上班 豆腐跟茹池味 這隻是最便宜的 所以為什麼BTS會吃米西達的隊員 隨時他們都是來自同一間廠 藍妹其實是韓國啤酒 好 現在一起來跟大家開箱 最輕便的食器 越出越多味 大家覺得甜好吃還是鹹好吃 我先吃鹹 這個是炒年糕 不錯 比我想像中好吃 可能是新辣麵的二分一辣度 挺好吃的 你看我不停拍就知道 這個OK 哇 味道很濃郁 這個不是粉味 甜的味道應該都會這樣 就不要包著 好甜 但是它做到一個黑糖珍珠味 它黑糖加了0.5% 那它的甜味是哪裡 Enjoy Me就是黃豆粉 就是韓國傳統的食品 通常你吃年糕的時候 會有黃豆粉在旁邊 或者是你去吃雪冰 會有Enjoy Me 我自己本身不喜歡吃Enjoy Me 但是唯一雪冰那個我就喜歡 其實有時候都會點豬皮吃 總之我就覺得不太配 像是朱古力的一個外幕 然後有少少Enjoy Me的粉 我覺得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就不喜歡 那我就是不喜歡那批 但是它的味道 是100%呈現的 因為其實Enjoy Me是粉 其實它也應該這樣倒一些粉 這幾個東西全部都是粉 然後牙膏味 哇 它很薄 然後它賣相是不漂亮的 青BB然後一點點 好 來 那些朱古力 這麼像餅乾 它就是黑人牙膏 然後加了很多朱古力 再加一點脆脆的餅乾 你喜歡吃薄荷的人 你會很喜歡它 因為它很夠味 其實如果你不喜歡吃薄荷 你根本就不會碰它 它們呈現的味道都挺 挺真實的 這個我覺得味道會是最奇怪 我覺得會有藥味 它是這樣 這樣 它是很假的 那些糖味 啊 它還有一股乳酪味 還有 它是在我裡面爆炸的 這朱古力 聽不聽到? 它是白朱底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會染成了 藍綠色 那些五蠻綠色的應該就是爆炸糖來的 哦 比想像中好吃 因為剛才打開聞它的味 我以為會有很弱的味 但是它沒有 比較起來它的味道不夠 還有顏色很漂亮 好吃很多 我覺得amandu 鹹的比較好吃 它暗的也會辣的 這個最好吃 它就是那些古早味零食 我是喜歡吃舊式的零食 譬如是馬仔 或者是砥仔糕那些 我全部都很適合 Satsuri帶起了復古潮流 所以很多東西 無論是三副鞋物 野食 生活用品那些 很多 都會用了復古的元素 它像馬仔 如果是馬仔的話 我應該會很重要 很硬的 是餅 就是馬仔味 只不過我們平常吃的是軟版 軟版 它這個是硬版 我想說分別的 但是 完全沒有分別 一樣是有那種 油味 我自己吃馬仔的時候 我覺得有那種油味 看回它的大小 其實它都像馬仔的 我這個叫做 問了韓國人 他們說是解冬甩的意思 現在的韓文是叫做 這個就是以前上一輩的人叫法 試試看 跟我們認知的冬甩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通常懷舊的零食 它不會特別有一個令你很驚訝的味 就是你吃下去又覺得 OK 不錯 所以我覺得它很曖昧 很難去評分 但是 我覺得可以不用刻意買來吃 這個 它就是 每個國家都可能會有很傳統的味道 它就是那個味道 情的朱古力派 香蕉味 這個 我知道每一個人回來鄉下 是一定要賣一堆回香港的 但是這個其實 香港的都可以賣 為什麼要特意搬回去 我不太明白 但是朱古力派 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是被稱為國民零食 國民批 我看到有個留言問 為什麼這麼多東西都會加國民在前面 它的意思就是代表韓國人都很喜歡 這個東西 就是流在吃就是國民MC 總之很多韓國人都喜歡 你就可以加國民上去的 嗯 嗯 我覺得這個朱古力的原因 我覺得 本身的朱古力 不夠濃 就是它那個韓國味是比較弱 它整個都是偏甜的 其實我是喜歡吃甜的 但是我不太好好甜的東西 比較起來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沒那麼假 我覺得像 你在吃蛋糕的時候 邊喝香蕉奶 這個真的可以試 這個不錯 不過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好奇 為什麼有這麼多朱古力批 是只有這隻情 是特別受歡迎 特別多人買的 其實它是用了一個特別方法去宣傳的 因為它在1989年買廣告的時候 很耐用就是 跟你搬家的時候 去探麻麻的時候 或者你叔叔要入軍隊的時候 都送這個情的朱古力批給他 所有的橋段都包含了韓國人經常說的情 因為韓國人是很重情的 所以這個廣告超級成功地走了這個情感營銷 所以到現在 家家戶戶都會記得這個brand 就是因為當初的廣告實在是太受影響了 其實我和你們都在做情感營銷的 我天天出片 你們天天看我 然後天天和你們聊天 你們對我產生感情 這個還不是情感營銷? 讓你們離開不了我 如果你是真的天天看我的話 就大不了成功了 耶! 豬皮 Pick me pick me pick me up 它有75%都是豬皮 非常好吃 這個味道就像豬肉質 它應該真的是豬皮 你看它每一塊的形態都不一樣 都是和像豬皮的形態 這個還有帶點甜味 但黑椒味會容易陋一點 而這個呢 它有很少很少的甜和辣味 可以平衡豬的那種油膩感 韓國人呢 就吃開原本的味道 然後 我買的時候 他們都期待究竟 赤打芝士會不會吸引很多 因為韓國人是一個很喜歡吃芝士的民族 韓國近十年來 什麼都要加芝士 我剛才聞到它的時候 我會很擔心會不會很膩 但是吃下去呢 我覺得它的芝士味不算非常之重 我覺得是不錯的 至少它 而且不會沾到手到處都是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 有點像小朋友的零食 吃零食很飽 韓國版的蜜蜜蜜 你看看它這樣扁滴滴 一點都不像蜜蜜蜜 但是挺好吃的 它又像印印貝 紅色的巧克力 就是那種手指餅 點贏一杯的巧克力 吃下去就是這個味 PREDUK PORGUM YONG 這個我很期待 因為 我本身不是特別喜歡吃芝士的 但是如果它用PREDUK的味道來做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會很喜歡 其實只要賣相 你會覺得它是普通的芝士 PREDUK的那個辣 是很討厭的 你吞完 然後就會在最貼近喉嚨的那個位 像舌頭一樣辣 我會以為是乾身一點 味道上 沒有這個杏仁 沒有吃麵的時候 那麼明顯 它只有那個很討厭的辣 如果它不是這個包裝 就是一盒泡菜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這個泡菜為什麼這麼辣 它也會做拉麵好一點 接下來這個和真露的辣雞 都是三樣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韓國的拉麵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大概全部都是一九六幾年 那時候還是大家都要捱我的年代 那三樣的始創人 就是一九六零年代 經過了藍士場 他看到有很多人排隊 爭著買一碗五瓦的蜂蜜粥 覺得他們很可憐 所以就決定去做一個麵 來給別人充機 所以三樣的代表作 就是橙色的三樣拉麵 還有這個其實也是 應該是一四一五年的時候開始紅 好 那這個辣雞麵 我已經開了吃了 因為剛剛太餓了 我們來看剛才的那個試吃畫面 它用Gopro拍的 所以畫面可能會不同了 闊了很多 好 這個珍露 它是KIMCHI厚味的 它的化妝真的很美啊 它說是超乾淨的辣 它的泡菜應該是要一起放在水裡煮 我只不過算了 嘩 好了 它還挺酸的 但是挺清爽的 我覺得還挺好吃 但我現在真的覺得 很辣 它好像比原本辣 我覺得 最後是這個 我覺得我也喜歡 Ruido不是有很多種味道 這個我也覺得 我會列入我喜歡的味道 好 那我們最後一個 吃新拉麵 因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一天吃那麼多 所以我就昨天已經吃了 看片 湯的顏色看起來 都差不多都是這個橙紅色 其實它跟新拉麵的差異不太大 但平時 如果你吃新拉麵的時候 你本身就是會放一些泡菜 下去煮的話 其實味道 是相似的 大部分人都有吃過新拉麵 現在湯的味道就是多了泡菜的酸味 我覺得這個湯比較甜 試一下豆腐 那豆腐是滑的 它是軟滑豆腐 我覺得這個有驚喜 我覺得不太好吃 不知道大家韓國的拉麵裡面 最喜歡吃哪一款 我自己最喜歡吃新拉麵 我喜歡吃紅色最原本的那一款 但原來韓國有很多人 跟我的口味一樣 所以韓國最受歡迎的拉麵 原來是新拉麵 新拉麵的牌子就是龍心 龍心是1965年成立的 然後其實龍心的會長身份實在太特別了 日本的樂天是在日的僑胞 弟弟在日本樂天阿哥公司上過班 後來弟弟回到韓國 打算用500萬瓦去做拉麵事業 但日本阿哥就極度反對 但最後 弟弟成功了 他產品做了人氣第一拉麵 而且龍心他們有很多代表作 譬如是蝦條 蝦條也是龍心 最近蝦條非常之用 因為韓國的蝦條叫做 因為最近 Ring這首歌 忽然間又再到紅氣了 所以連帶了這個 一起紅 所以蝦條就找了 Ring賣廣告 還有 Loguri Loguri也是一個韓國很出名的拉麵 都是龍心的 看看2019年的資料 新拉麵賣出了2487.8億元 敲來了第二類的淺拉麵 淺拉麵就是第二個牌子 三樣 龍心 Odugi Odugi是其中一個有出職吃飯的品牌 它是黃色的 除了飯之外 淺拉麵也是他們其中一個代表食品 另外還有一個 大家應該有聽過韓國的三分鐘咖喱 其實都是一樣的 在60年代 因為韓國人有一個習慣 就是吃飯要配辣的食物 所以Odugi的創慢 就在想 如果把咖喱配飯吃 一定會很受歡迎 但因為本身做咖喱 是一個繁複的過程 那時候已經肌外 還要做這麼繁複的食物 其實覺得沒什麼可能 所以他做了一個三分鐘咖喱 人們一打開一整熱 就可以配飯吃了 Odugi的創慢 本身就是在食品公司上班 這三大社就是出拉麵的三大牌子 那麼多個食品開箱 結論我最喜歡哪一個食物呢 豬皮最好吃 我覺得豬皮是最適合我胃口 還有這個像欣欣杯的巧克力波 配得味的杏仁也挺好吃的 然後就是令我驚喜的情 所以知道大家來韓國的時候 就可以買這些回去試 剛才真的有點嚇襯 因為我自己知道韓國有很多大企業 但是一直都沒有仔細看 究竟是什麼牌子 但是剛才這樣繞了樂天馬一個圈 你眼見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但是歸根夠得 其實他們可能都會出自同一個集團 所以其實韓國某程度上 真的大公司大財團 壟斷了所有東西 是真的 都開始會明白為什麼韓國人 只會想著在大企業上班 就好像我從小到大 在香港長大的時候 我會覺得做生意 自己創業是一件很厲害的事 我相信在台灣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能會這樣想的 但是在韓國呢 其實大部分人都不會這樣想 小時候呢 希望將來自己可以入到好的大學 所以小學很努力 中學很努力 然後考那個SUNA 入不到好大學 就再考 就二考三考四考都有可能的 目的就是入到最好的大學 因為入到最好的大學 代表你入到大企業的機會就越高 而大部分韓國人一生的希望 就是入到大企業做事 所以他們就會為了這個大企業 而狂奔跑 而他們對於創業這件事 是覺得沒什麼希望的 因為頑固回身邊 你以為是不同的牌子 但其實最後都是來自同一個企業的時候 其實都會沮喪的 如果給了我是韓國人的機會 我都可能會想大企業算了 創什麼業 所以在韓國成功創業 是一件很難的事 而且他們會有個想法就是 聰明的人要入大企業 不聰明的人才會去創業 因為你入不到大企業 所以你只能自己創業 他們是有這樣的一套思考的 所以我現在都明白 為什麼我身邊所有朋友 他們是很努力準備大企業的面試 要不然你就放棄韓國國內 你就直接去外國 那就不用煩了 好了 今天這個代理旅遊就到這邊了 希望小小的開箱 和帶大家看到樂天馬 可以為大家解釋這個思鄉之苦 今天的閃字 不要忘記要抹下 還有幾天的時間 很快到20號 很快就會送禮物 好啦 我們明天再見啦 謝謝大家的收看 Bye